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第五题 第五题它说空间中有一个平面1的方分式给你 A点B点坐标给你 那我问你说现在的合者正确 A是说线段AB垂直平分面 它的方分式是不是长这样 B是说AB跟E AB在平面1的同侧对吗 C是说直线AB跟平面1 交于P点的话 AP比上BP的比例是不是4比1 出乎说平面1通过AB两点 而且跟这个1垂直的话 跟平面1垂直的话 那1的方程式可以写成这样对吗 那1是说平面1、2是平行平面1的 那x截区、y截区、z截区的合是14 那么1跟1、2这两个平面的距离 就是14分之5更到14 这样对吗 那这种题目有很多观念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那A怎么看呢 这个垂直平分面 当然它会 这AB线段垂直平分面 当然会通过它的终点 而且跟AB是要垂直的 所以这个垂直的AB的 就可以当做这个向量 可以当做它的法向量 垂直平分面的法向量 第一个找到它的终点 两个向下除以2的到 它的终点是311 那么它的AB的向量 我们之后可以当做它的法向量 AB的向量是B-A给它220 所以它的法向量是220 要通过这个点 那就是2X加2Y加0Z加上一个珠等于0 那这个珠等于0的话 珠等于多少呢 就把这个点带进去 因为它通过这个点 带进去等号要成立 所以2乘以3加上2乘以1 再加上珠要等于0 就得到珠就等于-8 所以得到2X加2Y-8等于0 你大概也可以写成X加Y-4等于1 那它说是长这样吗 当然不对啦 这应该是X加Y-4等于0 或者等于4这样子 好 那所以没错了 第二个AB在平面1的同测对吗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移过来 变成-7等于0 那把它把A点跟B点带到这个 看看它是不是同样的符号 都同样正同样负 那它就是同测 如果一正一负呢 就是一侧啦 所以你把这个A20E带到这边来的话 你就会得到 然后这个 就会得到是2加0-3-7 那把B带进去 421带进来的话 421带进来的话是这么多 那你会发现这个是负的 看就知道这个负的 所以一个正2后面解掉10 这8解掉10也是负的 两个都负 那表示它同号 所以它同测对的 所以这个B是对的 那同测当然也可以说 这两个符号相乘大1 所以它带进去相乘大1 那它就是同测 那小1就是1乘 好 C的话呢 直线AB跟平面E它的交线 交1P 那AP比上BP 好 我们看这个图形的话 现在同测 那这个交线交1P点 那物理说这个AP比上BP等多少 那你会得到 这边有两个三角形 那你当然可以很容易 一个公用角 两个直角相等 所以AA相似 那相似 那相似型的话 斜边比上这个一股 跟这个斜边比上一股就相等 所以这个AP比上BP 就等于这个A点到平面E的距离 可以带点到平面E的距离 所以 这个A到平面E的距离 可以带点到平面的距离公式 更好法向量 法向量的话 是 你的法向量是 12-3 所以 就是更好1平方加 -2平方加3平方 好 分枝 把这个点A点带进去 带进去这个 这个范围4 到这边 刚才那边要先以下 然后变成带进去的话 这个A点是 A点的错标是多少 再把它看一下 201 B点是421 201跟421 A点是201 A点 A点 201 B点是42 好 那你再把它带进来 这个201带到这个 2加上0 减掉3 再减掉7 绝略值 加绝略值 那同样这边也是一样 带进去 加绝略值 那这个比例就算出来 是8比上2 然后约份就是4比1 那他说4比1对吗 对了 他是说4比1 所以这是对的 C的话是对的 那珠的话他说平面E 通过AB2点的平面E1 那么要跟这个E1 跟E垂直的话 那E1的方形是什么 那如果这个E1 它跟我们的E垂直的话 那它的法相要要垂直 可是本身的E1 它的法相要 因为它包含AB AB是在这个E1上面的 AB在E1上 所以AB所形成的向量 跟这个E1的法相量 也要垂直 那意思就是说 E1的法相量 要跟E的法相量垂直 而且E1的法相量 也要跟AB垂直 那你就可以利用 这个AB相量 跟平面E的法相量 它的供垂向量 来做E1的法相量 那所以意思就是说 AB相量找出来 E的法相量找出来 然后做坏器就可以了 所以AB已经有了 我们AB已经有了 AB在这里 我们就可以找到 它的AB相量 B-A 220 然后这个平面E的法相量 是E2-3 E2-3 然后利用这两个做外积 做外积 做外积做出来是-6 6 2 那把-2提出来 把-2提出来的话 可以得到3-3-1 那我们平息 就是只要取一个就好 随便一个都可以 所以取3-3-1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你这N1 E1的方向式 就是3x-3y-z 加上珠等于0 那你把A点带进来就可以了 201带进来 那要符合的话 珠要等负 所以这个珠就是负 所以就是3s-3y-z-5等于0 那这个就是它的方向式 那它说3s-3y-z-5等于0 3s-3y-z-5等于0 你把几乎移过来 是对的 好 珠也是对的 那我们看1的话 平面1-2 它跟1平行的话 那平行就可以假设成 这个 平行的话 你就可以假设成 就x-2y-3z-z 加上珠等于0 你可以假设成这样 所以我们的新的 这个1-2 那因为更这个平行 可以假设成 也可以-加2y-3z 加珠等于0 或者等于珠 等于珠好了 等于珠比较方便 我们直接 把它变成1的话 都能处理珠 那这个就是x的截区 y截区 z截区 那它说3个加起来 它等于14 那你就3个相加等于14 那就求珠 珠算出来是12 12带回去 这个地方就是12 这个是12 这个是12 那12的话 它说1-2跟1 这两个平行平面的距离 平行平面的距离 怎么算呢 就是你可以利用 法向量长度分析 两个长处相减 两个长处相减 那你可以把它一下 给得到 这是-12等于0 那我们原本是-7等于0 1的话是x加2y-3z-7等于0 所以你就利用这个-7跟-12做相减的 所以G类词就可以了 那 就反正就这两个相减 -7跟-12相减 所以G类词 这是分词的部分 分母刚才讲的就是根号 法向长度就是根号的1平方加2平方加-3平方 就是根号14 根号14分之 这是-12加7 就是7-12 就G类词是5 所以根号是4分之5 是4分之5 根号14 好 那我们看看 答案是45 14分之5 根号14 这是对等的 距离是这样的 很错 好 所以我们答案呢 就选的是bc出1 都是对的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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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